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型飞机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是形成中国的第五代隐身战机的陆用机型 大家都知道重型战机现在歼20这个已经不少量了 但歼20毕竟它的成本比较高 那么在担负国土防空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需要有像过去兼六 兼七那么大批量的重型战机 因为这个成本军费是难以支撑的 美国也是这样的 美国它的F-22一共造了180多架 可是F-35就美国自己用有300多架 它一共造了400多架了 所以这种轻型的第五代战机是陆地方空的主力 那么中国大家都知道 现在主要的是歼10ABC型 那么它不是第五代战机 那么就得有一批第五代战机 而胡鹰FC-31就是一个最好的替代机型 现在歼10战机的量是不小的 毕竟歼10已经出了十几年了 一般飞机用过二三十年之后 就面临着淘汰更新的这么一个阶段 现在基本已经接近这个阶段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我觉得可能是冲着出口市场去的 因为现在在世界上能够出口的第五代战机 就是美国的F35 其他国家还没有 而很多国家是买不起美国的F35的 F35用美国自己的算法 每个小时的消耗是多少呢 三万多美元 那家伙中小国家根本吃不消啊 非一次一辆车就没了 连美国自己都喊出来吃不消 一定要降降到两万多美元 不过美国现在没有完成这个指标 所以很多中小国家是想要第五代战机呢 可是囊中修设买不到 如果我们呢 这个新的胡鹰出口进行出来 我觉得从性价比来讲一定是有人要的 第三个就是贪低成本 毕竟这个胡鹰飞机啊 从研制到现在已经十好几年了 投入的这个成本啊是不小的 如果仅仅是舰载机或者是部分的落用飞机 可能啊它的成本平均下来也是不低的 如果能够大量的批量的建造 那整体成本就下去了 所以基于这三个目的 我觉得胡鹰的落用型的战机 一定是会有它的用务市场的 毕竟在我们的边境防御当中啊 有的比如说作战半径不需要太远嘛 对不对 边境防卫嘛 载弹量也不需要太大了 甚至连空空导弹的射程 也未必就需要什么二三百公里的 在边境作战当中啊 有时候可能就是一百多公里 它就够了 而胡鹰飞机就是最好的替代的机型 关于这款新型的飞机呢 刚才王老师已经分析到这儿了 以后呢 是不是会成为网上流传的那个消息 说一鸡四吃 我们呢拭目以待 好 本期节目先讲到这儿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